就有個問說 那當初你為什麼沒有選擇在韓國出道 還要回來台灣 你在韓國當練習生 然後才不會拿出來 去韓國 本來就是打算去學習 學習 對 像跟跳舞演習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像跟跳舞演習 像跟跳舞演習 Model 走一種秀的 牠會排練 牠們走牠們還不知道怎麼走 好可怕 牠一條白線走在這上面 蛤 牠是跟著一條白線 就要走在那一條白線上 就是不能 所以示範一下走一條線 我現在沒這樣走 真的假的 那個直接放掉 那個直接放棄就對了 我說因為牠看你有沒有 就是可以當Model的 潛質 所以那條線就是一條線 就要走在那條線上 不能歪就對了 嗯 但我不知道就是 因為我算是扁平竹 喔 扁平竹 就是會不太多 就歪歪的 這樣就不行了 那牠穿高跟鞋還是 那牠穿高跟鞋 那牠穿高跟鞋 極測的高跟鞋 應該是有高跟鞋 像是高跟鞋 然後走到 大家如果有興趣 想要看看自己 是不是Model的料 雖然我就在家很高 但是我穿高跟鞋 有到那個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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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大概 快一百次 一百次 一百次 一六 五、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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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家 以後你想要當Model 我就事實上19個時候 Model 就自己走 就自己換一條線 就站在那裡走那條線 他會不會穩 對 他記得他穿高跟鞋 也不我們大家回家都試試看 看走不走不下去 以前我記得 以前那個小時候 我們就說會比一本書 可是有些人在頭什麼 平的 對 有些人頭比較平 很容易就架住 有些人頭太尖 而且他又延到不走 對 所以不走 所以不走 一條線是最準 韓國的訓練真的也是蠻有 而且他別人就是不能笑 Model都是反臭臉 臭臉很容易笑 我很容易笑 所以是不能當Model 是啊 我Model永遠都很酷這樣 他就只能看左右 前方 有他們看左右的時候還是很酷 他們腳步還是這樣這樣 腳步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 就Model 喔 視線都只能視腳 還是一樣 是不能往下看就對了 因為往下都看秀的人 是不能看那些人 我配到韓國的訓練 是還蠻的 上次我記得你跟我們講過 跳舞的話 是所有團體都要跳的 一樣 一樣 這講完之後 我每次跟別人講 別人都說天啊 那個高個兒太吃虧了 很高 可是我算很高欸 我算很高 韓國人不是都蠻高的嗎 沒有 他們都15 15 到16 韓國女生都買嗎 韓國女生都買嗎 我記得韓國女生 不是每個都170左右嗎 他是這排好的 可是我 歌手好像沒那麼高的 這個都蠻小吃的 所以他們就蠻小吃的 所以他們就蠻小吃的 你就要蹲很久很低就對了 好 好